第七十五节 维尼斯电影节如期而至 这次张一毛邪正凯、王天渊、王敬春、胡军、关小彤等以众助创出席了电影节 张导获得了2018年《荣誉》电影制作人奖 创下维尼斯电影节个人获奖新纪录 影在维尼斯电影节上举行了全球首映 外国观众反响很好 放夜晚力掌声持15分钟 亮灯之后 还有第二轮鼓掌 再度持续了一分钟 国外的吃瓜群众们在网上爆料 外国影评人对这部电影评价很高 称影是一部大师之作 没有现身为迷思现场的超丽夫妇自然是评论的焦点 对他们评价就是很惊喜 在影里等超依然奔饰两脚 紫鱼和他的影子替身静周 孙丽扮演紫鱼的妻子小爱 最近已帮出了新预告 孙丽扮演的妻子小爱陷入两难抉择 她一人面对真身和替身两位夫君 不仅要展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流露 还要在阿恨纠缠里做出两难抉择 小爱试图反抗 但难逃命运作弄 但身边人是敌是有不得而知 与告片里小爱在神色结荒地大殿上狂奔不止 这一幕更来只吵着着着力 蒙上一层神秘面纱 这场替身游戏里 三个人才与其中 紫鱼的妻子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靖州十八岁那年成为影子替身的 从此作为影子的她要放弃自我 成为紫鱼 成为紫鱼的过程却是无比漫长 靖州被囚于黑暗之中 独自一人的她摸遍了墙上美 一条风 就是让自己有个失作 不至于被无边无际的借墨别的发疯 嘟嘟紫鱼似乎预料到了一切 对替身靖州说只要一年 足以假乱真 紫鱼让靖州在明处吸引敌人的眼光 而她本人暗处观察 于斗士之间运筹帷幄 预告片里 紫鱼笃定的说小爱只是可怜影子 但当靖州自嘲自己是影子时 小爱却否定了 她不是影子 她是靖州 靖州日日面对的是冒昧温柔的小爱 一颗少男心自然也落在小爱身上 预告片里 小爱问她 其实 你有很多机会 为什么 靖州回答 因为是你 这番对话感觉可以拿不乱次略文 人是感情动物 两人日日和相对 去男美女 故事的发展早已超出紫鱼的控制 小爱一难变真假 理论上 小爱和紫鱼是真实夫妻 那么和靖州在一起 她是出轨 还是被骗出轨呢 一个是替身 一个是郑主 小爱真的能分精两个人吗 替身自乎有知 人称影子 影子在日常需表现 都和原生相差无几 让她愿难变真假 飞及关头时影子的站出来 替主人挡刀 影子的一切都为绕着主人展开 没有了自己 难道靖州的存在仅仅子余的替身 她一次次的追问 我到底是谁 你是谁 就导演自己来说 她自己非常喜欢替身这个故事 因为以往朝堂斗争 都只是贵族阶层的游戏 也却不同 她脱离了权谋 就输了一个平民 替身的故事 古往今来选入贵族游戏 的替身最终难逃一死 替身进入了权力场 没有筹码 只能依靠原生 挣扎着求生 草根靖州阴差阳错的 成 为了得冬子余的替身 她代替死余 进入了波鬼人爵的朝堂 一跃成为了贵族 身份转化 平民靖州拥有了巨大的权力 也许有些导演会选择呈现屠龙少年 被金钱珠宝所腐蚀 成为了新的恶龙 但张艺谋导演没有这么做 影中的靖州 一直保持着少年心 权力没有腐蚀他 张艺谋导演自己喜欢面具 扣在脸上那场戏 戴面具是表层 那里是放弃自我 扮演他人 到后来 靖州重新出发 找寻自己的定位 不停的追问自己是谁 导演坦诚 自己是用一个古装戏 来做自己 很喜欢的现代命奇 等着一人分尸两脚 不仅要展现反差 极大的两人不同性格 自于性格骄傲 阴郁磊弱 形容苦搞 靖州白衣挺立 身子发爽 性格温和 还得展现人物的挣扎 张艺谋导演说 最难的是让替身 获得暂时的胜利 活下来 我来开一下脑洞 应该是小孩之争让靖州 获得了短暂的胜利 爱情的甜蜜 暂时的迷惑了靖州 让他觉得替身的身份很好 让他产生了幻觉 他可以一直当独独子鱼 可惜影子逃不过他的宿命 要不被人杀 要不杀人 没有中间地带 靖州才明白自己从未上过棋盘 只是个棋子而已 棋子小爱面对两个丈夫 到底怎么做才是最佳答案 没有人回答 他只能赌偿苦果 子鱼是原生 靖州是替身 但名处做人是靖州 暗处做鬼是子鱼 如何才能演出人物的反差 这对演员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这两人物都被超力夫妇偷得住了 张一谋导演夸赞他俩是个好演员 孙力对小爱这个角色下了苦工 仔细研读剧本 承认这种感受很特别 他还苦恋情迹 因为张一谋导演要求亲自带 娘娘学习能力满分 跟着老师用心学习 优等生尊力在课堂上有时候会跑偏 因为老公听了琴声想说话 结果 优等生就是优等生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没有他弹不会的琴 邓超 真香 不仅是琴戏 打戏索力也先自上阵 像这种原地打戏还好 但要被压的打戏就显得有些吓人了 在空中发腾360度 不经手要握住伞 还得兼顾脚上的动作 玄空转身和平地根本不一样 孙力都被转猛了 不知道自己转去哪里了 孙力平时连过山车都不做 直言打戏很吓人 不管怎么样 演员的专业精神在 孙力只能一直练习 然后克服恐惧 一遍遍地拍 直到完美 我一直以为孙力是炮奖养生大师 没想到他在片场是个爱笑达人 总是元气满满 自然 少不了超哥的动了 孙力疑惑自己在空中 为什么并不拢自己的腿 超哥调侃 下次保反做成钢管 直接爬上面 一摇就完事了 娘娘 哈哈哈哈 我真傻 原本以为只要关掉预告片 就可以不用吃狗粮了 没想到名狗粮一度 按狗粮难防 看个采访也能被秀一脸 单身狗拒绝 我觉得张艺谋导演没夸错 邓超确实是个好演员 明明同一张脸 不用画眼线展现黑画 观众可以从脸明显区分哪个是静周 哪个是紫鱼 就算不看脸 搭屏一个站姿也可以轻易分辨谁是谁 为演好两个角色 他不用特效而是十打十报 瘦四十斤 导演组都担心他的健康 超哥憋着一口气 外国人能在电影里做的 我们也可以 进组前的邓超体重贴十二千克 为了更贴近角色影子 邓超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开始运动 高强度的运动后 他在进组前顺利成为了静周 静周戏本杀青后 他又开始快速瘦身 体重以一天一斤的速度缩减 两个月时间体重6.40斤 两两对比 才察觉右边的邓超已经销售成了这样子于 静周在电影中的同框 两人身体对比更加明显 在剧组放出的瘦山花雪里 吃瓜群众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邓超的极限瘦身之路 邓超将瘦身定义为何只虐 看了就知道 但演员的本能又让他觉得刺激 自己和自己演 作为妻子的孙力 可心疼坏了 在网上发微博求网友让邓超别减肥了 走路都要他扶着 超哥非但不听 还拼了一把 在挨打的边缘试探 说娘娘是嫉妒他 恕我直言 超哥 娘娘根 本不需要嫉妒你瘦 我感觉他的主业是催瘦达人 不仅报经纪人减肥六十斤 还让恒尤在四个月内瘦了三十斤 而他早就把减肥尿方公布在网上 减肥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健康 为孙娘娘的健康减肥法打破红糖浆茶 明天早上 安排上了 而曾超是这么定义子鱼和静州这两人的 不人 不鬼 半人 半鬼 人不人 鬼不鬼 此鱼我与斗士运筹为我 静州行鱼真在虚实里乱象重生 荒与影子交战 到底何去何从 暗潮涌动 水涨齐局 不仅有优秀的眼人 隐性 人 五都带着东方绘画体系 下的飘逸和轻盈感 是水墨铁银极致中国风 未达到最佳水墨风效果 张宇谋导演采用超高清5K师拍大戏 用清晰影像诠释工笔山水画的美学 预告片展现了带血 刀尖斩水 被棍子突破散 手弩司机环射 气势十足 音乐采用快节奏古典渲染紧张风来 古琴音色勾勒出一幅镜花水月画卷 整个音乐与电影成片一脉相承 而导演在采访时表示 影在情节上合理 逻辑上合理 人情事故上合理 做成这个就OK了 至于回答历史 对电影来说太大了 对于电影 导演一如既往的谦虚 只说自己没有拍过大门片 何止是不闷 大师的电影手印 都是世界级别的 你不仅在维尼斯做世界手印 还入围第四十三届 多伦多电影节展映单 原 开启悲美手印 果然老毛子一出手 就只有木有 对着不让一谋导演 邓超尊力加持 还在维尼斯电影节 获得好评的电影 我还真有点小期待呢 已在维尼斯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